无尽火海 周瑜 他强热到强 东皇家长良 大家好 我是豆豆 首先公布一下上期重要的小伙伴 请速度的联系我 我会给你奉上168的红包 没有重要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因为本期的节目还会从评论区出奇云 吸引观众送出一款168的皮肤或者是红包 年归正期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周瑜 许多人说周瑜的克星是刺客 是战士 而我则不以为然 我认为周瑜没有克星 周瑜在爆发力和持续伤害上 都很强 和刺客拼的是爆发力 和战士拼的是持续伤害 我们的周瑜哪一点都不会落后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下面我们直接进入实战 周瑜打战士怎么打 很简单 只需要轻轻搂动自己的脚步 走到火里去 脚下的火往哪跑 我们就往哪去 战士的攻击距离一般都比较短 想要对我们造成伤害 他们必须也要跑到火里来 这时我们拼的就是持续伤害 一把火不够 我们再贴一把火 一般的情况下 都能轻轻松松的挡电 上路已经没人 中路一定会过来支援 这一般都是定理 我这一波则不一样 不仅是中路来了 打野和辅助也来了 先把对面的中单烧成灰烬 然后我们缓慢的挪到我们的火里去 大风一吹先击退他们 我们的火儿就顺势跟了上去 非常的简单 只要我们记住一点 无论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站到火里去 我们可以控火预火 而他们不能 前期的我们很强势 顺利的就推掉了上路的二塔 这时我们应该去中路支援 先瞄准对面的射手 放起我们的火焰 大风一吹 上单和射手直接被我们秒杀 接下来我们再去找其余的两人 对付他们也是同样的套路 首先给他们来一个天叫火箭 张良的大招一下就把我丢住 我们不要慌 我们的火是猛虎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轻易的浇灭 我们借东风吹它 我们的火就会烧得越来越旺 张良的最后一丝能量 也在我的火焰下耗机 周一的五连爵士就是那么的简单 这局比赛我们已经五连爵士 下面是时候对他们发起猛攻 强势独自一人开启团战 放火开东风 火一准风 朝着敌方的防御塔下跑去 此时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跑出我的无忌言语 趁现在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推塔 集合火方的队友对对面发起走弓 反正现在对面任何人都不是我们的对手 老牛率先冲锋 我们的终于又一次在敌方水晶之下 放了一把火 火势之大 足以覆盖塔的范围 让他们的水晶变成火海的深渊 对面的花木兰又在跟我贴身肉搏 天降火雨 直接把它燃烧成灰烬 对面的打野遇到了我的火 直接坐了飞机赶了过来 我们不要慌 我们的手上还有火箭 可以直接把它带走 带走了打野来的中单 一个大招就把我定住了 我们不要慌 他那点攻击力还不给我挠痒痒 我们继续放火 大风吹 继续把它带回家 终于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清理兵线了 奈何事与愿违 对面的射手又复活了 那我们只好继续放火 大风一吹 大招一开 对面的射手又一次的领了河饭 打倒对面的射手 对面的辅助又来了 我真的不明白 对面为何如此钟爱车轮战 瞧瞧对面的上单又来了 领河饭去吧 这一下总算没人了 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推塔了 对面的打野又来了 我们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不过让他领河饭还是足够的 这一下总该没人了吧 我们去推掉对面的水晶 等局大局一定 游戏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